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下的关系也因此走得更近了 雪儿一直以为 若是哪天自己有困难需要帮忙 对方肯定也会全力以赴 疫情过后 雪儿的餐馆开始营业 因为有个服务员是外地的 还没有赶过来 店里圈一个人手 雪儿便想起请那个同学过来帮忙两天 电话打过去 同学说去外地了 雪儿就没多想 没想到雪儿在老公在下班途中 看到那位同事的六狗 这件事让雪儿一直耿耿于怀 很多时候我们内心之所以会失望或伤心 都是因为期待没有得到满足 生活中我们似乎总是喜欢对某些关系 某些人抱有很大的期待 因为自己帮过别人 别人就会记得一份人情 殊不知人心难测 或者说你根本无法知道别人的真实想法 往往期待越大 落差感觉越强 人就越失望 反之 期待值越低 就越容易获得满足 越容易得到快乐 想要心情愉快 就得少一些期待 多一些随性 这样不仅会大势守望 偶尔还会收获小惊喜 图磊说过这样一段话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是在做自己 而是在模仿别人 不是在过自己的日子 而是在羡慕别人的生活 不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而是在抄袭别人的快乐 不可否认 我们一直在比较 并且从生命之初就开始了 读书的时候比成绩 立业之后比业绩 衣服比品牌 买房比大小 谈恋爱比甜蜜 婚姻比安稳 一个人不开心的根源就在于比较 只要有比较 就会有心理落差 比来比去最后的结果就是挫败感和自我否定 米兰昆德拉说 生活在别处 很多时候我们看别人的生活都是幸福 到了自己身上都是残酷 失去的都是美好 得到之后又觉得不过如此 但偏邻居的窗里 女主人通过对面的邻居的窗 窥探到邻居充满激情的生活 向往不移 从而对自己繁琐劳累的生活更加不满 但当她在望远镜中 发现对面的男主人病逝 而对面的女主人也同样通过窗户 向往着自己一家活摄生香的生活时 她感到很正经 同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生活 原来也很温暖 生活中我们常常只看到别人的风光 却无视别人的沧桑 别人幸福的时候你满心羡慕 却从不正视自己拥有的一切 其实当下最珍贵的 就是你此时正拥有的 生活不在别处 恰在此处 听到过一句求心的话 如果人钟情一生都避免不了比较 那不妨换个比较的思路 你去医院看看 其实健康是最大的财富 你去目的里走一走 好好活着才是最大的奢侈 少一些比较 多一些珍惜 你才会收获一份从容 一份快乐 刘振云在《一地积蒙》里 讲了一系列围绕豆腐产生的烂性 主人公小林为了买豆腐 当了单位的班车 上班迟到 新来的大学生工作较真 这次我主张的给她画了一个迟到 小林气鼓鼓地改成准时 但一天里心里都很不愉快 因赶公交车 忘了把豆腐放进冰箱 这时豆腐变馊了 我一次和老婆小李真的吵起来 两人吵着吵着 小林开始指责老婆以前打碎过一个暖手壶 老婆又说小林也曾打碎过一个花瓶 小林总是纠缠在一些鸡蒙蒜笔的小事里 让她心烦意乱 日子过得一团糟 生活中一个人如果事实计较 只会让自己陷入生活的泥潭 举步维艰 你越是在烂石上纠缠 事情就会越来越烂 结局就会越来越糟 很多人活得累 并非生活太糟 而是因为对过往不断纠缠 让自己身心俱疲 电影《我不是攀金连里》的李雪莲 就是一个纠缠过去太深的人 农村妇女李雪莲被前夫污蔑了一句 你叫李雪莲吗 我咋觉得你叫攀金连 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 告诉大家我不是攀金连 她前前后后打了二十年官司 从县城告到北京 被洗大半身 最终也没有把这句话纠缠过来 准找二十年李雪莲本可以过一过好的生活 为了一句话 一口恶气一件烂石 纠缠了半被子 玛利亚·罗宾森说过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但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开始 创造全新的未来 人这一生会碰到许多不顺行的事 若是每件事都要身陷其中 必定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烦恼 不会与烂石纠缠 不与小事烦恼 才能更容易得到快乐 作家马德说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嘈杂 各色人等 泥沙俱下 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成错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生活过得不简单 烦恼多的人 大多数都源于期待高 比较多纠缠神 少一些期待 不高估关系 不低估人心 亲疏随缘 才是一个人最好的活法 少一些比较 不羡慕别人 珍惜此刻拥有的一切 才会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少一些纠缠 不计较小事烂事 不执念过往 才能拥有生活的好心情 恩生百年 浮华名利 不过是过眼云烟 我有一个平常心 与让人安之落树 愿你看得淡 想得开 少一些期待 比较和纠缠 过轻松 惬意的人生 在以前还没有开始 录你和我的阅读时光的时候 其实我是一个 不能说我是一个 非常爱钻扭矫正的人 但是我会蛮注重细节的部分 至今也如此 我很care细节 因为我觉得在细节上 处理不好的人 其他的事情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我们不容易任意的 去迁就任何的事情 今天的文章 其实我觉得说得很好 他虽然说是后半生 但是跟我们现在 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难道要回到后半生 才能知道这些道理吗 我们总是会期待说 我们自己对别人好 别人也会对你好 这样期待在我过去的 很多年中 学生时代也好 然后工作时代也好 包括现在的直播时代也好 我发现不用去 期待任何一个人 会给你 就是你付出了 你对别人提供了帮助 你就不要想 他会不会有一天 能帮助你 固然你会帮助他的时候 有的时候 有利益关系的部分 他可能不得不帮助你 或者他会帮助你 这是一个 应该是说 如果他愿意帮助你的话 就帮助 他如果不愿意帮助你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 我以前其实期待 蛮多事情的 我自己很努力的去工作 做好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期待我的粉丝 可以可以给我更多的支持 更多的抖耐 更多的礼物 让我可以完成任务 让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 我可能期待我 帮助别人的时候 帮助其他主播的时候 需要我帮忙的时候 下次他能回给我 就是还给我 或是用另外的方式还给我 当然主播之间 除了金钱的以外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呢 可是在很多很多 过去的时间当中 我帮助了非常多的人 我最后等来的期待是什么呢 就是吸我的脸 会给我几巴掌而已 但久而久之我就不再期待了 就甚至现在 我愿意帮你的忙 我不会期待你能回报我什么 我可能唯一期待的是 你去跟我说一声谢谢吧 因为连谢谢都不说的人 还要期待什么呢 所以我们不要去高估 我们跟别人任何的关系 因为关系是互相的 不管是情侣也好 朋友也好 闺蜜也好 同事也好 事实上所有的事情 都是互相的 亲人也是这样的 我觉得 能亲近者我们就珍惜 如果不亲近者不能理善往来的话 那就疏远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那少一些比较 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 就有这种比成绩啊 比什么之类的 大家会比 我们那种年轻会比长相 比好看 比成绩 比家是比什么 比什么 其实我从小都很讨厌比较 因为甚至 以前 家里有时候 妈妈在骂的时候 就会说 你看那个谁家的 你看隔壁他谁啊 成绩可能比你好 什么什么什么 所以我一听到之后 我就很皱美 就是非常的叛逆 你就会不爽 我说因为我是我 我就是我 我为什么要跟人家比 考试我考不好 不见得别的东西 我没有比人家好啊 我不是 我不是岔身 但是 就是跟更好的学生比 我当然没那么好啊 这相对的事情 我可能理解能力 就是我理解这件事情的能力 理解这道题的能力 理解这个公式的能力 没有另外一个人强 但不代表 我不比别人家强嘛 所以我很讨厌被比较 我觉得永远人 只能跟自己比 跟自己比 才会有所成长 跟人家比 能比什么呢 有的人天生出生 就是富二代 有人天生就金汤石 从小环游全世界 而你只能努力读书 给自己赠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是吗 所以 其实我觉得要比 就跟过去的你比 不要跟别人比 因为别人可能承受过 比如就算不是富二代 白手起家的人 可能现在经济条件 相当的好 可是他度过的人生 他努力过的人生 他辛辛苦苦 勤勤恳恳在背后的努力 你可能可以承受吗 或是你做得到 甚至你有老天这个命运吗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和我的阅读时光之后 我更多会跟过期的自己比较 比如说去年的自己 跟今年的自己 在做你和我的阅读时光的时候 我的想法是什么 我会觉得 我有没有长大 我的思想有没有开拓 说真的两年下来 真的改变不少 思想改变不少之后 看待事情 跟事物 跟处理事情 跟工作的时候 其实帮助非常的大 那小一些纠缠呢 就是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例子 就是你出门的时候 然后刚好穿了一件漂亮的衣服 白色的衣服超漂亮 然后路边还开过一台车 然后经过一个水窝 然后见到你身上黑黑的 很漂亮的衣服 变得好脏啊 呼吸不掉 一定心情会不好 可是很多人会因为 这样一整天心情都不好 其实有的时候 你不用去想那么多 它就是刚刚好路过 那你可能就没办法 就回家 如果时间来得及 回家换套衣服 然后不然的话 就这样下去了 别人问起就算 没关系 就是路边不小心撥倒了 难道别人会在后面 窃窃私语说 哇你穿点脏衣服 什么什么之类的吗 人的好心情取决于 你今天自己的想法 我们有的时候 会因为一件事情 就是 不过比如说 我有起床气的人 不要吵我睡觉 不要吵我刚起床的时候 在我耳朵边碎碎念 你只要一念 我就有点皱眉 我就有点不爽 我是属于这样的人 但是我如果今天一起来 就遇到不高兴的事 难道因为这件不高兴的事 却影响其他的事情吗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啊 有的时候 你换一个角度想啊 我有的时候 在对于一些 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发生的时候 其实我真的想骂过去 可是我都是忍着 我会去想一想 有没有必要 然后或者是说 我可能跪活 再来看这件事情了 就是放着一活 可能你跪活 当然气消了 或是可能就是 你换了一个角度 去思考这个问题 然后就改变了 其实我们人 为什么会纠缠 就是 自己在钻牛脚尖 然后自己脚尖的 那个角度不太对 然后看东西不太对 总觉得别人都不对 干嘛活这么累 你一辈子能活多少年啊 不能开心一点吗 希望今天的分享 带你有帮助 那么 明天中午再见啦